这条题目就讲到上面的方程 这个方程有两个根,分别就是x1和x2 然后就问我们可不可以选择一个a席 就令到这个expression等于5 over 4 我们一起来看看 既然这条方程说明它有两个根 这两个根就是x1和x2 有两个根的方程当然是二次方程 既然是二次方程 即是说x平方前面的这个系数 是不可以等于0的 所以在眨眼之间 我们就已经找到关于a的第一个条件 就是a不可以等于0 然后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 既然我们讨论关于根的问题 那当然就可以借助判别式方 这些的determinant 就是b平方减4ac 就等于16a的平方 减4a 即是4乘以4a 所以这个就是16a c 还有c 减4ac 这个是加4的 这个整理一下 就等于-64a 然后 既然说明这个方程有两个根 这两个根 你都可以写出来的 那就是说 有两个实根的情况 这个判别式当然 是需要大 或者等于0 但是呢 a不可以等于0 那 a不等于0的情况之下 这些东西 基本上都没有可能等于0 所以我们就会有 这些东西 有一个大过0的一个数字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踢走负过去 这个变成小于 这个64又踢过去 那就没有事发生的 那就变成了我们得出a少于0 就成为了我们第二个条件了 那把条件写下来 a是少于0的 那我们用这个蓝色图住它 a少于0就是 关于a的新的线索了 我们之后一起就来看看 这条题目给到我们的expression 就可以变成什么样了 那这条expression呢 我们先抄下来 就是x1-2x2 这个乘以x2-2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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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乘开它 我们就会有 5x1x2 -2x1的平方 x2的平方 一件这样的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当然可以变成 9x1x2-2x1 加x2的平方 那你看到 x1和x2分别就是两个根 那这两根和呢 两根积呢 就全部都出来了 那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就不如apply 毁达定理 你看一看 那对于这条方程 我们apply的毁达定理呢 那我们就会有两根和呢 就是-b over a -b就是这个 -4a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4a 负负得正 那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就会等于1 那两根积呢 2根积呢 和x2呢 2根积呢 就是c over a c就是a 加4 a呢 就是4a了 那然后我们既然是这样 不如apply一下 这个东西对应下去 看看会变成如何 那所以呢 这一东西apply完毁达定理得出来的结果呢 那我们就会有9乘以2根积 就是a加4 over 4a 那然后减2 那这东西 虽然看到很复杂 但是其实都是1来的 那就是1的平方 就是没有东西 那就是减2 那我们要看这东西 可不可以等于5 over 4 那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不如看看 将它直接等于5 over 4 看看会不会有其他的 relation 或者特别的东西会出现 那然后我们当然就解这个a 那如果这个东西 如果啊 如果这个东西等于5 over 4 那这个解到出来的a呢 我们就会有这个结果 a呢 等于9 那a可不可以等于9呢 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 需要讨论的问题了 嗯嗯 那么结果呢 当然是a不可以等于9的 就是因为这个蓝色框呢 和这个蓝色框呢 这两个华拉了 因为我们的前提是a少于0的情况之下 然后才会继续做这个运算的 那如果不是 那它就搞乱了这个判别式的东西了 那所以呢 如果呢 它们中间有矛盾呢 我们就得出的结论就是a不可以等于9 那所以 既然是没有的话呢 那我们就不可以找出一个a的值呢 就令到这个expression等于5over4的呢 那那答案呢 就是不能啦 no 或者cannot的嘛 那这个就是答案啦 那这个就是答案啦 如果要通了份之后呢 那你就会见到那些两根和两根迹 又是时候标出来的 那啊 那我们首先通份先啦 那份母呢 就是x1 x2 那份子这个乘过去呢 就是x2的3次方 加x1的3次方 那你看到一个数的3次方加另一个数的3次方呢 那这个变形大家应该都相当熟悉的 那所以这个就会变成x1加x2的3次方呢 减3个x1 x2乘以x1加x2 那这个呢 再over这个x1 x2 那那那些两根和两根迹呢 那那在前那半部分的题目呢 就已经有这个value了 那我们可以直接apply这些数字下去了 结果就会变成1-3 乘以这个两根迹 就是a加4 over 4a 那这个东西再over多一次这个两根迹 a加4 over 4a的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进行化检 化检完之后就会有a-12 over a加4 那我们同时看到分子分母呢 都有个a哦 那是这样的话 我们当然就试试 把这个1拔掉了 那他拔掉那1出来呢 剩下的就是16 over a加4了 那这条式呢就变成这样的样子哦 16 over a加4 那1它本身就是一个整数了 我们不需要多处理它 那我们要处理呢 就是要看一看a加4这个东西 是不是成为16的因子啊 那如果是的话呢 那16的因子 我正在说 有些16可以给些什么数整除 那如果是的话 如果是一个数可以整除这个16的话 那16除以它 当然是一个整数啦 那所以a 不是 所以之后1 无论加减哪一个整数都好 出到来的数 当然是整数啦 那所以我们要看看16 有一些什么因子啊 那a加4这个东西呢 就会变成 那16的因子了 16的因子我们会有1乘以16啦 然后我们会有2乘以8啦 那当然还有4乘以4都是16的 那我们有这5位佳例在这里了 那这5位佳例呢 我们看一看 16over这个东西 那发觉 这条式呢 是没有restrict到它的正负数的 那就是说呢 这个东西当然就不要留了正负数 那就是这个a加4 无论是正1或者负1 那样都可以的 那你试试丢个a加4等于正1 或者等于负1 下去呢 出到来这个output的结果呢 都是一个整数来的 那如是者 全部都是apply的 那所以我们不要留了正负啦 那呢 那之后呢 我们就会计到a有 有10个答案的 那这里有5个加上正负就有10个啦 那将这些东西全部减4 那我们就计到a有10个答案啦 那但是发觉呢 a呢 有一个条件的喔 那这个都是 就是在这一条数的前半part得出的结论 就是a呢 这个东西是需要小过0的 那所以呢 那我们最终最终啊 结合了这个a 是小过 需要小过0的这个条件之下呢 那我们就会计到a 会有这一堆值的 那所以a 最后得出会有 可以等于 负2 负3 负5 负6 负8 负12 又或者呢 是等于 负20 那这个就是这一条问题 关于a可以拿到的数 那如果a是等于这七个数里面的其中一个的话 那这个expression 以rari出来的数呢 就会是一个整数了